而这一批8000台军的台东凤梨市家呢 在18号上午装箱运来到花莲 下午呢很快就抵达到花莲县政府门口了 县长徐中卫亲自前往迎接 为开拓台东凤梨市家内销市场 台东县长劳庆林日前号召各县市首长农鱼会及企业订购 受到各界热情响应 在7日内突破15万斤 同为花木兰联盟的花莲县 也展现女力首长挺农民拼经济的决心 以实际行动力挺市家小农度过销售寒冬 期望在年前全力刺激买气将好事带回家 从1月初开始台东县政府就针对原来是外销的凤梨市家呢 向国内的好朋友来推荐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的市长先市长的好朋友们 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 来把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水果来购买 并馈赠乡亲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出货的这一箱 是我的好姐妹花莲徐县长一口气才买了7000斤 那么今天第一批呢 就要从台东出发 那希望呢 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到达花莲县 让我们的花莲相信品尝全台第一名品质的凤梨市家 同为花木兰联盟的花莲县 在县长徐正卫号召下 目前已购买破8000台金 下定的首批市价2000台金 在18日上午装箱运往花莲 下午则送礼县府大门口 徐正卫亲自出席迎接 而更多相关凤梨市家购买资讯 可透过台东农产公司 或透过台湾好农查询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